我要跟大家说一下那个做九年 不要担心 有一个专案从1995年开始就上线 然后到现在一直都需要违运 而且是开源的 这个叫PPT 好 我们现在有一个最新的进度 就是我们现在有88个issue 说是issue啊 实际上是bug 有88个bug要修这样子 好然后呢 我们预计5月会出一个稳定的版本 然后再一次的做千人压策这样子 这是目前的进度 那今天最主要的呢 是跟大家来聊聊 AI对于论坛 对于公民社群 对于BBS的冲击 那已经有一些看板 遇到这些问题了 然后有一些生成式的内容 对我们造成营运上面的影响 那如果你对这一题有兴趣 等一下可以来找我聊聊 那另外呢 因为我们有征 那个1000个测试人员嘛 所以有很多人问了一些高频的问题 所以如果等一下对于这些议题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来跟我聊聊 就是比如说现在手机已经有很多PTT的APP了 为什么还要开发官方的APP 然后还有 有些APP有插广告的位置 那我对于这个的看法是什么 然后官方跟目前的APP 可能会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那着重在哪些部分 那APP上线之后 会需要什么样的设备来维持它的运作 以及未来官方会有广告吗 不会 那是否有捐赠计划 目前没有一个开放的捐赠计划 但是如果有的话 一定会公开跟大家说明 那未来要怎么样维护这个APP的违运 以及这个成本 然后我们一直以来是怎么样 在持续开发这样子的专案 那为什么BBS这么古老的技术 当其他站都倒了 那为什么PTT可以活下来 对那我们也很愿意继续讨论这样子的议题 以及我们的未来性 对那作为一个纯文字的论台跟网站 PTT跟其他种类论台有什么不一样 那我们会持续告诉大家 我们的独特性在哪里 以及我们未来有哪些展望 对那有些人说我们的使用者年龄偏大 我再次跟大家说 当新的基础建设建立完成 水电瓦斯网络 一切都顺畅通畅的时候 它会带来一个新的使用者的成长开始 也就是说这个站台将会有第二曲线出现 好 OK 那目前有一些影音化时代 那PTT依然维持它纯文字的样态 那未来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呢 对这个也是大家很关心的议题 那也欢迎等一下大家来找我聊聊 好 OK 好 那我们谢谢Timo 那大家时间都控制得很好 就是 就刚刚刚乙杰的那个就是 Timeout都是 就是其实Isabel的时间 对不对 那 下一位 我们下期再见